抱歉 已经来不及了 甲板上的徐扬文言疯狂拉索 不顾按上那些人一个劲的催促呼喊 让这艘顶级客船 迅速驶离这个充满阴谋的地方 船上一定有问题 放箭 刹那间 数不清地沾染着浓郁兵属性气息的兵箭 从那些侍卫们手中射出 直扑向这艘橙色客船 徐扬第一时间来到女帝面前 瞳孔中迸发出一道璀璨的太极图腾 在短时间内迅速放大 将周围大半船体完全遮掩 看我的 正此时 小蛇猛地窜进水下 身体迅速膨胀到十几米 接连几个惊天动地的甩尾 恐怖的浪涛兴风而起 强烈的反阵力推动下 这艘顶级客船 以寻常数倍的节奏迅速脱离水岸 该死 躲开几艘船 给我追 显然 程主府这边是不打算轻易放过徐扬他们的 不过船既已发出 再想追已是希望渺茫 更何况整个岸边 就只有一艘顶级客船 其他的动力根本没法与之相提并论 甲板上的机斗 很快便引起了船内这八个 拥有橙色海行令的客人们关注 他们很快也来到这宽大的甲板上 其中三个人认出了徐扬和女帝的身份 好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在千云宗明动天下的徐扬阁下 还有韩越帝国的女帝 想不到你们两个会结伴同行 有趣呀 开口这人身上穿着轩辕帝国的服装 但看脸女帝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你是何人 徐扬平静开口询问 轩辕帝国逍遥王 轩辕红 女帝心神一致 似乎本能地夺了一丝防备 这个轩辕红逍遥王 其实是轩辕帝国皇帝最小的弟弟 正儿八经的王爷身份 不过这家伙丝毫不贪恋地位 而是醉心于修身问道 也是个四处游历 底蕴深厚的人 女帝之所以为之忌惮 是因为传言此人十分擅长用毒 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轩辕帝国同北京联盟联手 对千云踪迹各脉下黑手 这件事你应该知道了吧 面对女帝的询问 轩辕红丝毫没有隐瞒什么 而是欣然点头 我当然清楚啊 只能说我那傻哥哥自不量力 连女帝和徐扬阁下这等人物 也敢得罪 我在这儿替他给你们赔不是了 既然碰到了 想来大家都是奔着滔贴而去 给两位介绍一下 这几个人都是我的同伴 徐扬一听这话 不仅也是本能地警惕起来 赶闻阁下 那滔贴乃是洪荒灵种 实力异常强横 即为寻找滔贴 所谓何事 当然是为了得到他的内丹了 洪荒灵种可比上古异兽 还要珍贵啊 要是真能将之收服得到内丹 恐有天人之造化 轩原红也不隐瞒什么 只是他身边这几个人气息都很凝实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这人若是没什么心思还好 万一真的冻起徐扬和女帝的主意 属实不太好对付 特别是在东海这种地方 很快 两个时辰过后 这客船便彻底脱离了港口 驶进茫茫大海之上 也正因如此 周围烈烈作响的海风 也渐渐冷了起来 时不时有强大的深海猛兽 跃出水面 释放着十分强大的气息 不得不说 东海这边空气中灵力 都是相当充沛的 在脱离港口一段时间后 徐扬等人都发现 体内的近铃封印 似乎要融化得差不多了 实力也都已经恢复了大半 可要是脱离这客船 在茫茫大海上顿空而行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这些强大的海兽 锁定为入侵对象 船舱内一共有十个独立房间 只是内部空间十分狭小 而且周围都是那轩辕红的人 因此 徐扬和女帝本能地决定在甲板上修炼 乃至深夜 海上的风更冷了些 女帝面色显得几分苍白 运工的过程中 状态也不是很好 徐扬知道 这是他含月工的副作用 在这种冰冷的环境下 对体脉的冲击和损伤会更为严重 轻轻摇了摇头 徐扬束手捏绝 一道无比温暖的金色领域 无形笼罩在女帝身外 很快体内那股冰冷的感觉 便渐渐消失了大半 女帝并没有正眼看徐扬 但她的精神力何等强大 在徐扬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的时候 她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切 这份人情 她也只是默默地记在心里 同行一路 女帝根本没有想到 她和徐扬难以割舍的一段羁绊 才刚刚开始 两位啊 这海上太冷了 要不要进来讨杯酒吃啊 多谢逍遥王美意 不必了 女帝直接开口回绝 倒是徐扬这一次非但没有拒绝 反而睁开眼 关心地看着雪晴寒 逍遥王阁下一片心意 我想面子总是要给的 何况这海风实在是凛冽 对你修炼并没有什么好处 不如先暂避一避 女帝对视上徐扬的双眼 似乎在她的眼神之中 读出了一些其他的意思 索性顺从了她一次 二层内侍之前 一直都被轩辕红的人站着 也不知是她刻意吩咐了一番 还是怎样 现在整个二层安静了不少 其他人都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来来来 尝尝我这酒 上百年的女儿红 一般人 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呢 徐扬恭敬不如从命 面带微笑看向对方 听阁下这意思 你来桑水城 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郑主府有我们轩辕帝国的股份 我在城内又有自己的产业 当然想什么时候来 就什么时候来了 不过出海去寻饕铁 我倒是第一次 也是因为千云宗 这次动静闹得太大 让我得到了饕铁的消息 不瞒阁下 我惦记红荒灵种已经很久了 这次饕铁的内丹 我势在必得 女帝忍不住嘲讽一句 那饕铁何等实力 岂有你说的这般轻松 轩辕红哈哈大笑起来 据我所知 半个月内从港口出发入海的 洞天井以上的修士 已不下八百人 可几十艘船开出去 至今没有一艘开回来 有那些人为我们开落 机会肯定大得多 那么多高手一去不复返 你又凭什么认为 自己能够得手 女帝问号二连七发出 殊不知她的疑问 自然也是徐阳想知道的 轩辕红显然是由备而来 轻轻抿了一口酒 笑了笑 一去不复返的人很多 但他们并非都是 死于饕铁之手 甚至可以说 那些未寻饕铁的人 几乎很少有见到 那洪荒灵种的存在 绝大多数人 都是死在寻觅的路上了 徐阳不禁猝起了眉头 东海领域 已不是禁灵镇的笼罩范围 那么多高手 既然寻不到路 中途折返便是 为何皆会落得 生死到消的下场 难道一个饕铁 真的能勾起他们 那么大的欲望 其实这个道理 很容易理清 敢去找饕铁的 不说个个都是 原神镜以上的 真正强者 起码洞天镜 肯定是有的 要是连洞天镜 都没有达到 贸然入东海 那就是作死 可大凡能修炼到 洞天镜的存在 无疑不可称之为 一方强者 徐阳不信他们 真的会蠢到 明知没机会 还一定要在这 东海之上号到死 更重要的一点 徐阳和女帝 先后来桑水城码头 已有三次 从来只看到 出海的船只队伍 却几乎没见过 有归来的船营 有去无回 似乎以为常态 徐阳甚至可以判断 港口之所以 每周出海船只 限定名额 不是因为 所谓的人数上的问题 而是船只补给的问题 遗憾的是 轩元红并没有 给出徐阳二人 想要的答案 却抛出了 另一颗重磅炸弹 作为邀请徐阳和女帝 加入自己队伍的筹码 这是 传说中的 七节海摩镇 徐阳一眼看出了 面前这张阵图的来历 属实让轩元红 和女帝大为震惊 阁下好眼力啊 我敢说 整个三千道州 能看出这张图 来头的人 不出十人 徐阳阁下 当真是天人之资啊 轩元红这波 可不仅仅是为了 刘须拍马 他是真的佩服 徐阳的底蕴 更是半点都看不透 面前这家伙的底 哈 轩元兄谬赞了 我也只是略有耳闻 对此阵的妙法精髓 一窍不通 敢问轩元兄 七节海摩镇 为何会出现在 这东海之中 对方却是哈哈笑着 语言又直 允许轩元某人 先卖个关子 两位啊 一夜的时间 应该足够你们考虑出 一个成熟的选择了 天色不糟 两位尽快休息 明日清晨 咱们再详谈 轩元红很狡猾 当着徐阳二人的面 收起了这张阵图 端个酒瓶子 大摇大摆地 走出了这二层大堂 直到对方的精神力 完全消失在了下层 整个空旷的二层舱 才没有第三道气息波动 女帝这才悠悠开口 这个拓跋红 你怎么看 要知道啊 能让女帝雪清涵 认真聆听看法的 整个三千道州 也没几个人 足见她对徐阳的智慧 和实力 都是颇为信任的 人家叫轩元红 这个人我不了解 她有什么动机和心思 也不是我们现在能揣渡的 倒是桑水城 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城主府一脉 是在这东海之中 撇下了一个巨大的网 三千道州 云集各方群雄 都只是被饕铁 蒙蔽了双眼 任何打着饕铁主意的人 踏上船的一刻 就是坠入网中之时 徐阳倾笑开口 只言片语间 点透了遮盖在眼前的迷雾 戳出了整个桑水 这张迷天大网的本质 女帝何等聪明 深深看了徐阳一眼 立刻会议 你的意思是 这桑水城去往东海的码头 根本就没有归土 正是 所谓海星令一说 不过就是城主府一脉 掩人耳目的托词 船只源源不断地 从道州各地的势力合作方 转移补给 一批批地将那些被贪婪的欲念 蒙蔽双眼的赌徒 送进茫茫大海 一方面 通过禁灵镇最大程度地 维持城主府一脉的 绝对统治地位 还有一方面 则通过特殊的货币比例 大肆脸猜 而那些 被送进大海中的 可悲修士们 终究躲不过 葬身海底的厄运 如果猜得不错 这些被划分了 等级的船只类型 正代表着 几道不同的行进路线 脱离岸口进海后 那些船要么沉没 要么 就会触发特殊的设定 吸引到那些 海中魔兽们的疯狂进攻 女帝恍然明雾 连连点头 这便是出海客船 不设船员 由修士们自行驾驶的 另一个原因 因为这些船 根本不可能 再回到岸边了 他们只是廉价的牺牲品 好一个可怕的城主府啊 我真的想知道 这个在幕后 操控城主府的人 到底是谁 徐扬无奈地叹了口气 一本万利啊 环环相扣 以东海为局 设下这个痴人的陷阱 足见这伙人 有着多么大的手笔了 幕后控制 桑水城主府的这伙人 必定有着不弱于 一个帝国的势力底蕴 此时的我们 不也正是置身在这网中吗 两人交流之间 女帝面色又冷了几分 看来 除了同拓拔红合作 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要是我没猜错 他拿出的那张阵图 应该就是 正脱这张网的 唯一钥匙 只有按照 那阵图的路线前进 我们才能避免 和其他人相同的下场 真正的进入 我们要去的东海领域 没错 如果陶天没有带走 我们的人作为要挟 甚至 我们在他的眼中 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 徐扬倾销一声 自顾倒上一杯酒 却并没有自己饮下 而是面带微笑地 递给了雪清寒 你干嘛 别那么紧张嘛 你我同传共计 我怎么会害你啊 这酒虽然很烈 但却是 运热生扬的绝品 你喝一点吧 对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大有好处 可以暖暖身子 不知为何 平日醉继饮酒的女帝 突然对面前 这个人畜无害的家伙 徒生些许好感 徐扬的细心体贴 倒让她略感惊喜 看着面色清冷的女帝一扬手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自顾离去 徐扬又如何知道 这是女帝这一生 喝下的第一杯酒 也不知是不是 那杯酒下肚的原因 女帝这一夜 并未练功打坐 而是回到房间 沉沉睡了一觉 质量很高 似乎这些年 每夜发作的体脉冰寒 带来的痛苦 突然减轻了许多